大家好,这里是小播读书 今天我们继续来聊老子的《道德经》 第32篇《自知》 这一篇也是《道德经》非常经典的名篇之一 老子说 知人者知,自知者明 圣人者有利,自胜者强 知足者富,强行者有志 老子在《道德经》中的这些经句 充满了对人性的洞察 流传了几千年,而经久不衰 前面我们讲过 在古希腊的德尔菲神妙的石柱上刻着两行字 凡事物过度和认识你自己 这两句话也深刻体现了古代人类的智慧 简单而深刻 认识自我自古以来就是个永恒的话题 但大多数人可能觉得 自己当然是最了解自己的人 我对自己的认识还不够深刻吗 其实还真的不一定 我分两方面来讲 首先,我们对自我的认识是来源于自我意识 自我意识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重要标志 一只小猪照镜子的时候 他是不会意识到 在镜子里面的就是他自己的 因为他没有自我意识 意识不到自己的存在 而实际上 绝大部分人是很难记起自己 两岁之前的片段的 比如你是怎么学会走路 怎么学会爬行 怎么学会说话的 这是为什么呢 研究者发现 我们在两岁以前 很难在镜子中意识到自己 我们没有自我这个意识 缺乏自我意识 那记忆就是没有意义的 就像一些没有意义的拼土碎片一样 当我们还是婴儿的时候 我们还没有整合自己的经历 实际成为有意义的故事的能力 因为这个故事还缺少了一个主角 那就是我 那更重要的是 我们还没有关于自己是谁的概念 等小孩慢慢长大 逐渐意识到有一个存在称之为自我 我的思考 我的行为 我的情绪 都是源自于这个自我 其次 我们意识到的自我 就是真正的自我吗 实际上 我们意识到的自己 只是一个幻觉 在自我的本质这本书里面 作者告诉我们 自我是大脑的一种幻象 本质上是由周围人塑造的 它始终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 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 把人的意识分为三个 无意识 潜意识 和意识 我们以为自己大部分行为 都是意识主导的 但无意识 才是我们行为的主导者 作者将这种现象 称之为自我的幻象 幻象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存在 而是我们并非 我们自我意识到的那个样子 你可以做一个小小的实验 现在面对着一面镜子 仔细观察你的左眼 在一段时间之后 再观察你的右眼 你有没有发现这个过程中 有没有什么奇怪的现象 如果你将目光 从左眼移到右眼 你其实看不见 自己的眼珠在移动的过程 但其实你的眼珠一定是在移动的 如果你观察另外一个人照镜子的时候 那么你很容易发现他的眼珠在转动 但你自己对此毫无知觉 这就是因为我们大脑 故意去除了我们在眼珠移动时候的视觉体验 我们所看到的这个世界 是大脑加工之后给我们看到的世界 大脑有很多这样的方法来隐藏真实的信息 和加工的过程 这只是其中之一 我们以为我们看到的世界是真实和稳定的 但它实际上是大脑加工和构建的结果 除非我们高度集中注意力 否则我们很难意识到 大脑会在加工过程中改变客观存在 因为我们假定世界是稳定不变的 而这其实是一个幻象 自我意识 大脑和自我的行为 这三者的关系 我来打一个不让我恰当的比方 自我意识就好像一个班的班长 而我们大脑才是班主任 而行为则是其他同学 你以为你的自我意识是班主任 可以控制一切行为 但实际上你只能掌控部分的行为 其他同学的行为你是无法掌控的 而更多情况下是执行班主任 也就是大脑分配下来的任务而已 你感觉自己可以控制班上 所有同学的思想和行为 而更多情况下 同学们犯了错 你只是事后才知道 这个比喻可能不是很恰当 但是我们的自我意识 我们的行为之间 并不是直接的控制关系 而你的大脑在中间起了调节的作用 让我们的自我意识相信 你完全可以控制你的行为 但这只是一种幻象 或者说是自我意识的幻象 当然人类对自我的探索是永无止境的 这只是冰山一角 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里说 认识你自己 他一生都致力于探索自我的未知 就像哲学家康德说的 有两样东西 越是经常和持久的思考它们 对它们的日久迷心和不断增长之魅力 以及崇敬之情 就愈加充实着我的心灵 它们是我头顶的星空 和我心中的道德律 而头顶的星空 就代表着对外部世界的探索 而内心的道德律 这是代表着人类内心的探索 所以对自我的探索 是永无止境的 也是人类永恒的话题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 后面我将继续分享 更多有趣的中国哲学思想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关注小包读书 我们下一期视频见